在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岁月惯喜里 那些或惊心动魄的荆歌 或执掌风云的阳谋 或厌绝一时的桃花 许多都已经面不全非 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 在悠悠历史里熠熠生辉 历久尼贵 而提到历史人物 不外乎名臣才狼 帝王将相 而提到帝王将相 接踵而来的是横扫六国的秦始皇 开乡拓土的汉武帝 贞观之志的唐太宗 君子满朝的武则天 诸如此类 不胜美举 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其中一位主角 也是旷古绝今的一代帝王 在历史上 政权更迭 最频繁的时期大放异才 也许有人已经能隐隐于约猜到 没错 他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洪 哦对 他的父亲县文帝也叫拓跋洪 今天的发音读起来一模一样 也是有点趣味 不过县文帝的事迹 远不如他儿子来的传奇文士 年幼时 迪姆临朝 不到若冠便修佛缠让 年仅23岁 更是离奇驾崩 也有传闻是冯太后毒杀 然而提到孝文帝 就大所不同了 最家喻户晓的第一印象 便是他杰出的政治功绩 太和改制 甚至在中学历史课本里 也留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岁即位 二十四岁亲政 迁都洛阳 全面推行汉化 废除酷刑 搬行三长军田 选举考课 甚至改显卑姓氏 拓跋为原氏 也就是原洪 下面我们就亲切地称呼他为 孝文帝原洪 论财学 他涉猎广泛博学多才 熟读五经通晓佛理 善文长妇口落悬河 论政绩 他勤政爱民 势必公亲日理万机 驰骋江场 智力难伐 他不能不说是魏晋南北朝时 魔力的一粒明珠 人们也总喜欢说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 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成功的孝文帝的背后 可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飞宾 魏晋时期的女人 永续之才的谢道温 织锦炫基图的苏慧 燕官南朝的张丽华 红颜祸水的冯小莲 被逼坠楼的绿珠等等 无一不是人们交口称赞的 典范或饭后谈资 而孝文帝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女人 都姓冯 众所周知的政坛人物冯太后 我们就暂且不论了 仔细来说说 另一位不单于史书 却与孝文帝关系 最为亲密紧密的女人 冯润冯妙莲 冯妙莲是孝文帝的第二任 也是最后一任皇后 她与孝文帝的故事 放现在的网络小说里 绝对是一本狗血的 古早虐恋宫斗 言情经典 各影视剧里 也堪称一部 令人堂目结舌的 北魏版甄嬛传 故事的开始 总有那么一点 千篇余虑的味道 一个是貌美无双女儿家 一个是情窦初开少年冷 于是一见钟情 互许终生 孝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而且按理来说 应该长得也不赖 毕竟显卑族 大多身材高大俊伟 综合来讲 应该是一枚妥妥的 孝草级别的学霸 还是个官富二代 真正的高富帅 能让这样一个帝王 心生摇曳的女子 那必然很不一样了 魏叔称 冯妙莲是厚有姿妹 偏见爱性 什么是有姿妹呢 史书里 有很多称赞女子外貌的 最多的词便是美和色 有姿那自然是有美貌 那是什么样的美貌呢 她还不是网红脸 不是普普通通的 让人看之称赞的美 是美的很有特色的 别具一格 一个妹子 包含了千般姿态 万种风情 也就是说 冯妙莲不是清秀挂的 脚家碧玉 也不是端庄淑女的 大家闺秀 她属于窈窕妩媚的 角色佳人 才子佳人的爱情 尚且十有八九 不得善终 更何况是一位帝皇 和绝代家人的呢 两情相悦的孝文帝 和冯妙莲结为康丽 少年夫妻冯妙莲 算得上是孝文帝的 白月光诸杀志了 豆蔻年华的女子 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家族 一心直想 与心上人长相厮守 花前月下时 孝文帝也必然许下了 许多山盟海誓 独宠一人 看多了家庭伦旅剧的 也知道 哪个婆婆会喜欢自己儿子 跟媳妇如娇似妻 更何况还不是儿子 是个嫡孙子 还是一个皇帝 而出身这女的冯妙莲 本就是冯太后 为了让冯氏一族 扩张荣华富贵 才送进宫里的棋子 一颗棋子的分量 比自己在皇帝心中 都快要沉了 谁还能忍这口气 原本冯太后 便更看重另一个侄女 却没想到 孝文帝偏偏看上了性格 不拘活泼 妩媚的这女冯妙莲 冯妙莲嚣张跋扈 加之孝文帝的专宠 冯太后越发不待见冯妙莲 于是善用全谋 见过后宫风云的北魏 第一代官斗赢家 再次出手 下棋陷害 公斗小白冯妙莲 被迫生了病 太医都合称 这是可血之症 会传染 很严重 特危险 就像今天的疫情 那怎么办呢 皇宫里铁定不能呆了呀 都是皇室贵妾 皇帝还在呢 得送出宫去 送回娘家养病 那这病得养多久呢 太医说没个七年八年 好不了 这对冯妙莲来说 简直就是惊天霹雳 一个女子被送回娘家 本来就不迟 和丈夫分居 更是情意难测 何况还是七八年 根本就是 存了让她老死宫外的打算 原本冯妙莲 还寄予希望孝文帝 期待她能像昔日说的那样 为她补顾一切 可是此时 聪慧的孝文帝 也看清楚了太后 和自己妃子的矛盾颇深 再加上考虑到太后 对她的养育之情 教诲之恩 朝上大臣的劝解 而妙莲还年轻 又单纯莽撞 也许可以先暂避风头 等缓缓再接她回来便是 就决定依照冯太后之言 下诏送她回娘家养病 冯妙莲万万没有想到 曾经的情深义切 换来的只是一纸诏书 和聚而不见 忍着悲痛回到了娘家 但到底心里 还是对孝文帝 存了痴情念想 想着也许再等等 她便来接她回去了 也确实 孝文帝自冯贵人离开后 一直心怀挂念 但政务繁忙 冯太后趁机 再次选了自己哥哥冯夕的女儿 据说是嫡女 名为冯卿 送进宫去 想掌控后宫 拢住皇帝 可惜冯卿文静大方 气度修养很不错 却偏偏不和孝文帝口味 可能太端架子了 一点趣味都没有 价值三观 根本玩不到一块 孝文帝愈加思念灵魂伴侣冯妙莲了 太和十四年 冯太后去世了 临死前 偏偏还下遗嘱 告诉孝文帝 必须立冯卿为皇后 这下好了 孝文帝本来就是个孝子 突然失去祖母 心情哀悼 只能答应 三年丧妻满后 册封了冯卿为皇后 被迫养病在家的冯妙莲 听闻此事 伤心欲绝 心灰意冷 更是由爱称恨 认为孝文帝辜负了她 自此不再对她抱有余念 但远在皇宫的孝文帝 并不知晓她心意 依旧心心念念牵挂于她 时不时派人去打探 她生活是否是意 冯太后死了 冯妙莲的病自然也好了 孝文帝满怀喜悦的 去接她回宫 封她为赵仪 这个妃宾职位 也仅次于皇后了 可惜物是人非 再次入宫后的冯妙莲 再也不是当初的傻白甜 也不再相信孝文帝的真心实意 她更加嚣张横行 整个后宫都不放在眼里 甚至几次都给皇后当场难看 但是孝文帝丝毫不改初衷 放任她为所欲为 甚至为她力排众议 不顾反对废了皇后 还送去瑶光寺出家 改立她为皇后 而且不再重姓后宫其他人 差不多相当于为她散了六宫了 北使称 宠爱过初 专寝当夕 宫人欺负尽贱 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 尾时已经难得 称当上是个痴情种了 可冯妙莲深知 北魏留子杀母的规志 既想让孩子当太子将来做皇帝 又不愿为孝文帝生下一子伴女 所以她选择了年幼的皇次子袁克 袁克年纪小 容易重新培养母子心情 更好掌控 于是冯妙莲实际杀死了袁克生母 又陷害让孝文帝废杀了太子 转立了袁克 而袁克也长成欢喜下 对他颇为孝顺 一切都如他所料 肖文帝一往情深 只要他要的都给他 能为他做的也都做了 冯妙莲却更似无忌惮的 想要报复他当初的父亲 他趁肖文帝出征 在宫里圈养男宠 思通太医 还逼他的妹妹 蓬城公主 嫁给自家弟弟 事情败露后 永安在军营的肖文帝 心痛昏厥 拖着身子赶回宫中 愤怒之下处死男宠 质问冯妙莲 哪怕冯妙莲 供认不回 还诅咒他早死 孝文帝依旧很不下心 只是不让太子再去见他 直到33岁 有心正志 却受情伤的孝文帝 在南征途中病逝 临死前 耿耿于怀的 还是皇后冯氏 怕怕自己死后 冯氏干政 又怕他无人照服 遭受欺凌 决定下一诏 命人让他自尽 虽然比起那些 为人称赞的历史贡献 因为误会和矛盾激化的 一代帝王的颓废爱情 实在不值得一提 但却实实在在 是北魏孝文帝 生命里的一抹鲜活 也让这个沉浸在 历史中的人物 更加鲜活了